農民廖先生超傻眼 来到自己的稻田 发现稻子全被割到尾 还以为自己走错田了 事情发生在云林轮贝乡 農先生说7月2号邻居还有看到田中的稻子 没想到7月5号他自己要来割稻石 却发现整片稻田空荡荡而追查发现 原来是代歌业者高乌龙割错了 来看右边是代歌业者本来要割的稻田 但割成農先生在左边的田地 两块地大约距离100公尺 就有一个代歌业者 跟我连路说他刮不对 他本来是要刮 其实过去在西罗真的有不肖人士恶意割到变卖 但索性这一次只是乌龙一场 单纯歌错田 最后双方协议5万元达成和解 民事新闻许家城蔡松林 云林报道